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来继续查考罗马书 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来分享的是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主题 仍然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要谈到以色列人 这个民族他们在救恩的 整个的计划里面 他们将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禁欲 在罗马书的第十章里面 在第十章第三节里面说到说 留他人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我们前面讲过 那边讲的所谓的不知道 不是说他们不明白 是他们因为自己心里面 对于救恩得救的途径 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以至于他们就不理会 神在整个救恩全面计划里面的作为 他们认为我是神的选民 我有亚伯拉罕做我的祖宗 我有摩西的律法 我有割礼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 这些够了 这些就可以让我 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人了 虽然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 我做不完全 我也没办法达到那个标准 但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份就够了 这个叫做犹太人自己定了自己 得救的途径 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真理来看 当然这是非常荒谬的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来看 今天有多少的宗教 其实也是在走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来定得救的途径 我们自己来做审判官 我们是求援兼裁判 我们自己定套了一套 自己定出了一套上西天的方法 然后我们认为 只要积功德基因德就够了 将来我们就可以去了 这一套到底是谁说的 为什么是可以这样子呢 犹太人就犯了这个错误 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 所以他们变成不明白神的旨意了 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能够顺服神的义了 那么这样子来看起来的话 那么犹太人是不是因为 这样子的作为 他们就在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上 他们就失去了呢 他们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呢 保罗在第十一章里面 要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不是的 犹太人不会全然灭绝的 他们仍然像世人一样 他们也有得救的机会的 神对犹太人 有他自己恩免的作为 恩典的一些作为在 有些人会有一个感触 就是说 那这样子来讲 是不是犹太人就有特权了呢 尤其在十一章后面讲说 以后以色列人叫全家得救 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神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 另外有一个专门的救恩 是为犹太人预备的呢 其实不是 犹太人得救仍然要透过 接受耶稣做他们的生命的主的 这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原则 可是神这样子 为什么会给犹太人这样 特别的机会呢 其实在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给犹太人这一个 永不放弃的机会 就如同神给世人每一个人的机会 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神弃绝犹太人 废掉了他以前的恩赐跟选招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 神对我们的救恩 也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呢 神没有放弃犹太人 不是给犹太人一个得救的特权 神乃是借着犹太人 向全人类说 神对人的恩赐 神对人的怜悯 神对人的选招 神对人预备的救恩 永远有功效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神弃绝人 今天的问题是在于人弃绝神 人不要神 所以人选择自己走的道路 最后在面对永恒的时候 你因为不要神 你也只好走在你自己的抉择里面 你自己的抉择是什么呢 那就是远远的离开了神 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 看起来好像是对犹太人的一个特别的应许 其实是借着对这个民族的应许 向全人类说话 说什么呢 说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说神在祂的救恩的预备上面 只要人回应祂 在救恩的上面 是满满足足的 有那个由神所赐的安全感 因为神不会后悔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那我们先来看经文里面怎么样讲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 我且说神弃绝了祂的百姓吗 上帝是不是已经放弃以色列人了 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想立自己的义 又做不到又做不好 那就算了吧 他是不是这样子呢 他后面用了很严重的四个字说 断乎没有 神没有这样子做 他说为什么呢 他举几个例子来讲 他说第一个他说因为 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变亚敏支派的 保罗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就是犹太人啊 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还是变亚敏支派的呢 保罗很清楚的是一个得救的人 在新约的应许里面 保罗是在主耶稣 因恩戒信的救恩上面 是得救的 保罗是犹太人 如果保罗都可以得救 那就证明神没有完全 弃绝以色列人 至少还有他是个例子嘛 何况还不止他一个人呢 然后呢 保罗再继续引用 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历史的事实 来说明神永恒计划里面的 神的作为 他说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是谁呢 就是指以色列人嘛 神拣选他们 成为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嘛 他说怎么样 他说你们岂不晓得 为犹太人讲 在你们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经上论道 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 这在猎王纪上十九章里面 讲得很清楚的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以色列人 当 以利亚 被耶洗别逼迫的时候 他跑的时候 他认为他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所我的命 你看看以利亚 那个时候也软弱了 他被逼迫了 他当年在加密山上 是大有勇气的 可是面到耶洗伯 这个耶洗别 这个绝杀令 来到他生命中的时候 他也害怕了 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然后你不管吗 神的回答是什么 神的回答是怎么说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妻的 向巴黎屈妻 就是跪拜巴黎 敬拜巴黎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以利亚 有七千个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碰到难处的时候 这节经文 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有的时候 我们一直看自己 看难处 看环境 越看自己就越软弱 你知道神在掌管一切 神有祂全面的恩典的作为 以利亚那个时代 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 在巴黎山 在这个加密山上 跟巴黎斗法 以后被耶稀别逼迫 剩下他一个了 没有 神有七千个 今天你我在各样 服侍的处境里面 有的时候 不论是来自于 老我生命里面的 一个挫折 或者来自于外面 是在这个不信神的世界里面 对我们的一些压力 逼迫 或者你在圣宫中的时候 碰到的一些难处 请记住 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 神在各地都有 祂自己中心的仆人 而且这些中心的仆人 也都在他们的职份上面 奋力为主而活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实 我们知道这个状况 我们就能够背起 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奋力向前 你不会手软脚软啊 你知道 在这个国度里面 一点都不顾干 上面有神在带领 旁边有神同样的仆人 一同在奋进 弟兄姊妹们 我们同心往前行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 神没有弃绝 感谢主 在这样子的恩典里面 往前行 然后保罗 借着以利亚的事情 就说什么 他说如今也是这样子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保罗这边讲 七千个人是讲什么呢 当时以色列人在 亚哈王的那个时代 大量的被盗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呼喊的时候 以色列人不讲话 看看 看看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这么多人 拜巴黎的先知 拜亚斯塔路的 他们不讲话 可是就算以色列人 大部分都跌倒了 还有七千个了 七千个像当时的 以色列人来讲 不是多数 但是对于属神的国度里面 来讲 这七千个人是 关键性的人物 他们叫做 余数 或者叫做余民 就是在这个整体被盗里面 还是有人这样做的 这批人是神看中的 所以保罗就说了 当年在 以利亚的那个时代里面 还有七千个 属乎神的 是以色列人群体里面 不像巴黎屈膝的 是属乎神的 那么今天 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里面 也有一些犹太人 他们愿意转到 神的真理里面来 他们顺服 神在救恩历史上面的作为 用因恩戒性的方式 接受这样子的救恩 不独独地占据自己说 我就是选民那样特殊的地位 没有 他们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接受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 这些人愚民 这些人得救 这些人虽然是以色列人 证明以色列人 没有被神弃绝 这就是这边保罗 所要讲的这个真理 所以他说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我们今天因恩戒性 我们就是靠着相信 就领取得到了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份救恩 这叫做恩典 普世的宗教观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功德主义 走的是用行为来交换 那个不是恩典 那个不是真理 那是人自己想出来 求援兼裁判 的一种得救的方法 既然是人想出来的 你就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你自己救自己 怎么可以救法呢 人在时空之下 你连时空都超不过 你怎么救你自己呢 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下 你无法面对永恒 这种人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个正确的途径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用恩典来处理 换句话说我们是白白的领受 叫恩典 当然我在过去 在罗马书的前面的查考证明 也一再讲 神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予 但是得到这个恩典之后 不是白白的践踏 不是觉得得到了就算了 不是 得到了恩典之后 要在这个恩典上面 做新造的人 要在这个恩典上面 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 圣灵的带领 建造那个新的人生观 跟价值观 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 那个时候 好的行为流露出来了 而那个好行为 是可以让人 将荣耀归给我们 在天上的父的 这是圣经所定归的 一个持续 所以他这边讲说 这是恩典 白白的得到了 他说这样子 第七节讲说 那这是怎么样的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以色列人求什么 以色列人所求的 就是靠自己 遵行律法争议 他们没有得着 当然没有得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嘛 那么唯有 蒙检选的人得着了 蒙检选的是谁 就是不认识外邦人也好 就是非犹太人 或者犹太人里面那一群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 这一群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是蒙检选的 蒙检选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从一个人的角度去想 蒙检选 蒙检选就是神检选的一边 神弃绝了一些人 不是 蒙检选要提醒我们的 是我们如今是靠着恩典 站在这个地位上面 不是我们用功德去换的 是神的作为的 今天有的时候 人常常调到 欲定论欲知论里面来讲 到底我是不是神检选 如果神没有检选我 我就成人了 注意圣经里面讲 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 希望人人明白真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蒙检选在这个地方 他要强调的 不是神那边 检选了谁 弃绝了谁 他要强调的 我们都是在恩典里面 领奏这个位分 因为我们不是交换来的 是神拣选我们来的 是从这个角度 你们来明白 所以你就会看见 他说我们这边怎么样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说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得着了什么呢 得着了神预备的 白白的救恩 下面有一句话 很让人痛心了 他说其余的 就成了碗梗不花的 有渔民有渔树 显然他不是全部 那么这些渔民渔树 以外的这一部分呢 他说以外的这部分 就成了碗梗不花的 他不是说以外的这一部分 神没有拣选他们 所以他们就成了 不是 他说以外的这部分 叫做碗梗不花 什么叫碗梗不花 碗梗不花的意思就是 你面对神给你的恩典 可是你就是不要 犹太人就要靠自己 他就不要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恩 今天有很多的时候 世人也有这种现象 我已经在我的宗教观里面 找到了我将来 上西天的途径了 够了可以了 基督教你过你的 我做我的 他们不愿意谦卑下来 去接受神为人 所预备的救恩 他们宁可享受在 人自己所定的 人自以为是的 那个得救的途径里面 久了 就变成碗梗不花了 碗梗不花 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一件事情 保罗说什么 他说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宴席 变为网罗 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曾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就是他们做奴仆了 以前的奴隶 就是这样弯腰伺候主人 他们做谁的奴仆呢 为什么会变这样的情况呢 原来这些经文 原先都是讲的 以色列人悖逆的状况 大卫那个时候是 讲的是敌人那种 可恶的状况 现在保罗在 圣灵的感动里面 都把他转过来 指向那些 碗梗不化的犹太人 他们要以自己为中心 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 你从经文的意思上来看 好像觉得 是神使他们看不见 听不见 使他们的心蒙了心有 以至于他们没法得救 那既然是神做的 你要负责了 那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这段经文 当保罗引用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以色列人的背景 这段经文引用的是 生命纪二十九章 以及诗篇六十一篇 六十九篇里面的话语 在这些话里面 在讲什么 这些话干什么 不是神主动的 让人听不见 让人看不明 让人的心蒙的自由 不是 是人多次的厌弃神的话 好像以赛亚书里面讲 人厌弃神的话 人厌弃的结果 到了一个地步 人根本听不见神的话了 这个时候 神用什么态度来回应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用任凭 你一定不肯听 你一定要这样做 神就让你常常看 一定不听 一定不这样做的结果嘛 你知道任凭 是神管教人的一个方法 神有的时候苦口薄心的 向人启示真理 可是人就把他 弃之如必喜 但是 神虽然 任凭人这样子 神还是没有弃绝人 所以当我们读到 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一种感觉说 是神你这样子 害我听不见 看不明 没有 圣经一再给我们看见 神是主动的爱我们的 罗马书里面讲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神都是主动的作为的 是人怎么回应神的作为 人有的时候就像 出埃及时候 法老王一样 刚硬 不肯顺服神 你看看那个时候 神在埃及行 十个灾难的时候 法老王不肯不肯不肯 抵挡 抵挡到最后 神任凭他了 任凭他了之后 他就领受更大的管教 所以这边你要看 犹太人基本上来讲 不是神让他们看不见 是他们自己陷入为主 他们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只看见 自己犹太民族的需要 看不见神的计划 其实神老早在 拣选他们老祖宗 亚伯拉罕的就是说 亚伯拉罕是要使万国得福 亚伯拉罕不是只是 使以色列人得福 可是他们宁愿不看这件事情 只看见说 我是以色列人就够了 这个心 使他们变成顽梗不化的 保罗在这边是这样写的 但是虽然以色列人 是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光景 神对他们还是有怜悯的 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他看见这个真理 所以他说什么呢 十一节他说 我且说他们施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 以色列人现在背逆神 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谓的救恩 他们施脚了 好像施足了 但是这样施足 会导致他们跌倒吗 跌倒比施足更残了 跌倒就是一个人扑倒在地了 这句话如果用今天 我们可以明白的话就讲说 以色列人在当时弃绝神 难道他们就在永恒里面 陷于那种 那种不可自拔的地步了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反对神 他们现在不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 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呢 他们是不是就从 施足施脚到跌倒呢 保罗后面又说了 他说断乎不施 不是这样子的 断乎不施的 以色列人虽然背腻 虽然挽梗 神还有救恩的 也许我们非以色列人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哇 以色列人你真是得天独厚啊 神给你有这么多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要从 以色列人的身上 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不也是 常常抵挡神吗 我们对基督徒有这样的呼吁 我们信主多久了 我们都遵神的旨意吗 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 也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 也让圣灵担忧 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作为 也一样是这样子 不堪入目 可是神不是也怜悯吗 神不是也饶恕吗 神不是也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给我们机会回头吗 神不是独厚以色列人 神爱世人 祂可以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 以色列人不过成为 神启示的一个管道 连这件跌倒的事情 以色列人都成为 一个歧视的管道 神还是给他机会的 所以他们怎么讲 后面他就继续说 他说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以色列人现在不要神 弃绝神 神怎么做 神一直劝他们 神借着真理 借着先知告 他们不听不听不听 神还有办法 神现在的方法是什么 神有一个最大的 一个恩典 一个能力 就是化腐朽回神器 转换以色列人的 这个恶劣的途径 到一个正确 他怎么做呢 以色列人一直不接受 救恩不应 以色列人而停止 救恩就转向外邦人 现在这些 当初非称为选民的人 他们来到基督的宝座前 他们因恩戒信 因信称义 取得了这个得救的机会 他们如今也成为神的选民了 也成为神的儿女了 神继续的作为 以色列人你可以跌倒 但是你拦阻不了神的作为 以色列人可以软弱 破坏不了神永恒的计划 好 现在因为他们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过失 救恩临到外邦人 那么这个临到外邦人 感谢神的 大家都得救了 感谢神的普世友 许多的人 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所 成就的救恩 我们都得救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功能跟目的在这里 怎么样 这一个外邦人得救的事情 会激动以色列人 激动他们怎么样 发愤 什么叫激动 激动他们发愤 他们产生一个嫉妒的心 原文是嫉妒的心 为什么 本来只有我们是选民的嘛 怎么这些外邦人 可以是成为选民呢 外邦人怎么反而 得了神的恩呢 看见外邦人蒙恩 他们里面 产生了一个激愤的心 我们要不要重新想想看 到底我们所坚持的 对不对 以前我们认为 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 只有我们得救 今天在神浩瀚的恩典里面 外邦人都得救 外邦人得救 我们反而失落了 这个时候激动他们 发愤 发愤起来 去看看 去明白神全面的救恩 以后他们转向神的恩典里面 你看见这叫做上帝的智慧 我们读以赛亚书说 祂的意念高过我们 祂的道路高过我们 就在这个地方看见了 以色列人拦阻 破坏 不愿意顺服 神单向了作为 福音转向外邦人 外邦人得救 以色列人也为以色列人 开了一条 他们重新在救恩上面 找回正确路子的一个途径 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意思的 所以他后面讲说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 什么叫他们的过失 就是他们坚守 要行律法称义 结果成为天下的富 天下的富足是什么 天下的人 因着接受耶稣基督 拥有丰盛的生命 来天下的富足 那么他们的缺乏 他们在真理上的缺乏认识 也为外邦人的富足 外邦人看来 比他们更清楚 神的恩典 不是只有临到以色列人 而是临到全人类的 那么如果这是事实上 何况他们的丰盛呢 丰满呢 也就是说一旦有一天 以色列人看明了这个真理 他们不是成为一个 更大的祝福吗 这个原先神 启示真理的一个 管道的选民 他们是不是可以 把他们担负的 这个角色的职份 做得更好呢 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没有弃绝我们 上帝没有弃绝以色列人 我们软弱 神给我们机会 以色列人糊涂 神也给他们机会 所以十三节开始他讲说 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保罗是一个 向外邦人传福音 领受这样子 一个托付的一个使徒 他敬重他的职份 向外邦人讲 可是下面他要讲说 他要告诉外邦人 我把福音带给你们 但是你们不要看错了 你们也不要至高 你们不要以为说 现在我们取得了 这个因恩戒性的地位 犹太人你们是不行的 犹太人你们是糊涂的 你们是软弱的 所以你们没有机会了 保罗说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我们都是凭着恩典来的 所以什么 他说我现在做外邦人的使徒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十四节啊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轻 之轻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我向外邦人传福音 是神给我的托付 但是我看明 这个托付里面 也有一个对我本国的 本族的名 有个好处的是什么 激动他们 让他们也能够得救 保罗看得真清楚 好后面他就解释这个 这个几个相关联的一些关系 他说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都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呢 有些人现在好像被丢弃 请注意不是他们被丢弃 是他们丢弃神的结果 是他们自己被丢弃 他们被丢弃了 然后呢天下就与得神和好 他们不要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 神自有他自己的作为 天下与神好好的 那么如果将来有一天 他们被收纳 他们再被神接纳的时候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他们现在落在律法的捆绑之下 被定罪 那么将来有一天 他们也看明这个真理之后 他们不是又重新取得了 这一个新生命的机会吗 十六节他就解释了 他说所现的新面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他举出一个当事人 很能够明白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一个新的面团里面 如果他那个新面 是圣洁的话 新面是圣洁的话 整团就是圣洁 树根如果是圣洁 整个树就是圣洁 他在谈什么 保罗在谈根本的问题 新面根这一个树根 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 他们跟神所立下来的关系 这些关系是正确的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所立下来的 这个关系是好的 这个关系终究 会成为以色列人 他们回思反响到 神的救恩的 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因为你看见 那个时候是在律法以前的 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了 这个规矩了 这里面所讲的 不是说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是属神的 所以以色列人历史历代的 就跟着神一起都得救 好像我们中国人讲 一人得到鸡犬身颠 没有这回事情 但是他们的确有一个优势 是什么优势呢 因为神借着他们的老祖宗 来启示真理 而他们是老祖宗的后裔 他们更有机会 反思老祖宗与神的关系 而不是停留在 那个律法之下那个关系 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 后面讲他说怎么样 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了 几根 所以不是全部 几根被折下来之后呢 你这也感染得接在其中 也感染指谁啊 也感染指当初我们这些 外邦人 我们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我们接在那个肥根上面 接在那个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得启示 那个人与神关系的 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接进来了 我们看见神永恒的计划了 他说我们一同得着感染根的肥枝 肥枝是什么 很好的那样子的一个基础 是 这个基础我们也如今享受到了 这个基础其实讲到就是恩典了 亚伯拉罕被选招 白白的恩典了 神选招亚伯拉罕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 就直接把他从吾尔招出来 如果我们今天得救也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呢 是拣选的恩典嘛 好 我们一样 十八节讲 他说你就不可向救这次夸口 外邦信徒啊 不要看到犹太人在那边夸口 说哎呀你们糊涂 你们没有得救 我们得救了 不要夸口 他说若是夸口 你如果要这样夸口的话 当知道 不是你拖着根 乃是根拖着你 本末不要颠倒 犹太人至高至大 结果不得救 现在外邦人得救了 外邦人得救了 仍然是因恩戒性 不是高的行为 为此 不要夸口 有什么好夸口的 你夸口 只会让自己 落到跟犹太人一样的光景里面去 所以他后面怎么样 他说 你若说 那只子被折下来 是特为叫我接上去 只子被折下来了 好让我这个野橄榄子被接上去 是要我接上去 是这样子的吗 今天有的人讲说 犹太人 神拣选他们 启示真理 现在犹太人被神废弃了 没用了 神不用他们了 现在是我们了 我们承担了 我们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了 没有 神经没有这样讲 我们没有代替 他们现在被折下来 是他们自己要折下来 他们不愿意跟踪 神的真理 我们接上去了 我们不是替代他们 因为将来有一天 他们还要再回来 以色列人中 还是有人会转向神的 所以不是替代 那不过是神救恩计划 前面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过程而已 我们要这样明白 所以他说怎么样 他说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不信神救恩的 全面的计划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我们现在因恩戒信 站得住了 你不可至高 反要惧怕 他说你不要自大 自大的结果 在这边自高自大自义 他说你要惧怕 为什么要惧怕呢 他后面讲说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子子 也不爱惜你 你看见没有 如果原来的子子 会被折下来 因为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如果今天我们这些外邦 因恩戒信 得救的这些信徒 我们也自大 我们又看不起犹太人了 又觉得他们不行 他们没有机会 他们被弃绝了 小心这样子抵挡神 不明白神心的态度 有一天神也把你折下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可见 神的恩慈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住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说我们要长久的住在神的恩慈里 常常要思想 自己是在主的恩典里面 站在今天位置上 在主的恩典里面 就不可以践踏主的恩典 不要轻看别人 自己要看重自己 在神面前 不断地更新的生命 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啊 对于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 这样子的一个神学上的 一个讨论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看这边讲到 一件事情没有 他说神既不爱惜 原来这次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横力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不要在神的恩典上面跌倒 坠落 要紧紧地抓住神 倚靠神 在神的恩典上被建造 不是倒在那边 这是很重要的 他说否则怎么样 他说如果你不是长久 在祂的恩慈里 你要被砍下来啊 哇这不得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 圣经的真理上面 我们要看中这样的一个 事实上的一个状况 今天有很多人 有的时候以为说 哎呀我受洗了 我觉知了 好了信耶稣上天堂了 我行我素 活在老我里面 就等着将来上天堂的 我像这样子想法的 这些朋友们 我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请问你所信的神 是这么的糊涂吗 每个礼拜天来 做个礼拜在那边 打个瞌睡个觉 两个小时 生命也不被神改变 就在那边应付一下奉献点 剪載 参加两下一些事工 然后神就觉得 你好棒 将来上天堂 来与我在一起 你觉得神 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非要把神玩在手中 小心玩到最后 把自己完美了 带着敬虔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感恩的心 领受神的作为 我们在上帝面前 白白的领受恩典 但是要长久 活在祂的恩慈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 二十三节讲 而且他们若 不是长久不信 人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 重新接上 以色列人 如果他不是 长久的抵挡神 永远不相信的 情况之下 神还是有能力 把他接上来的 因为神是慈爱的 神是怜悯的 神是怜悯的 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的 神是爱全人类的 爱世人的 世人当然 包括以色列人在内 只要他们不要 长久的不信对抗 恩是不接受 他们还是有机会 在神的面前得救的 就这句话说 叫做 神有能力嘛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嘛 神还要把这个 折下来的 再重新接回来的 既然神还要把他们 重新接回来 那么接在上面的 野橄榄之子 就不要夸口 要带着感恩的心 为以色列人祷告 盼望他们 与我们一同 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保罗在这边 要这样提到的 然后他说 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 砍下来的 尚且逆着信 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知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保罗实在 在爱他自己的民族 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他巴不得以色列人得救 所以他在提醒 提醒这些外邦人 不要骄傲 我们本来 在神启示的 这个整个的救恩基础上来讲 我们不是站在第一步的 犹太人是 他们现在 因为自己的硬心 被抛在外面 但是有一天 神还要在他们身上 有作为的 为此如果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对以色列人的 得救的问题 要附上好好的祷告 因为神的心 愿意万人得救 这是我们看见的 二十五节 他讲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奥秘 我一再讲 圣经里的奥秘是指什么 奥秘就是说 人用自己想象 想不出来的 是必须要透过神的 启示才明白的 神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这个奥秘 跟人的冥想不一样 也跟人的误导不一样 现在有的时候 新世纪运动 他们很喜欢推动冥想 坐在那里面 想想想想想 想出一些东西来 在这人的层次里面 我们所信仰的是 独一的创造宇宙的真神 有没有奥秘 有 因为人在时空之下 人的知识有限 有些事情 如果神不起事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奥秘 神要透过祂的 启示才明白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他说 既然有奥秘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自以为聪明了 他说怎么样呢 他说就是以色列人 有几分是硬心的 不是全部 有一些人 他们是硬着心的 抵挡神的 他说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 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人 全家都要得救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今天福音广传 外邦人 各族各邦的人 有一天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 在神的面前 神得救了 神经的确给我们看见 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 但是神的心愿 一万人得救 那为什么神的心愿 一万人得救 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呢 因为有很多人 不要神的救恩 但是虽然他们 不要神的救恩 神还是给他们机会 神尽量的给他们机会 借着圣灵 借着基督徒的见证 有的时候 甚至于借着苦难 让人逼人 来到神的面前 上帝有祂的作为的 但是纵然是这样子 祂还是有一个 时间限制的 不是永恒无比的 在那边等的 主耶稣说 挪亚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举 人以为没有洪水要来 结果洪水就来了 主来的日子也是一样 今天人都不理救恩 不理基督信仰里面的真理 我就是要过我自己的 有一天神要来的 有这么一个 这个叫做外邦人的树木填满 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以后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 所以这边我刚刚一开始讲到 这不是给以色列人特决 外邦人都得救了 以色列人自然得救 没有这回事情 外邦人得救树木满的时候 以色列人有个机会 他们仍然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救 以色列人仍然有一个机会 这边讲的全家都要得救 显然指的不是指每一个人都得救 以色列人里面有个叫犹大的 他一定不得救嘛 他卖的主嘛 这个全家得救不是从个案看 是从整体的角度里面看 你看前面也讲 说以色列人若不是长久不信 他们有机会的 可是如果有的人长久不信呢 他就没有机会了 可见得救是在于他信不信 信不信耶稣基督所安排的 使人因恩戒信得救的这个救恩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看 以色列人将来 还是有得救的机会的 他怎么样 他说经上说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弥赛亚 他们要见到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们要见到 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又说呢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耶利米苏里面的话 这个约显然指的不是旧约 是新约 新约怎么立 新约靠着谁立 新约靠着耶稣基督立 所以以色列人得救 还是回到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基础上面 在这个里面 他们才有得救的空间 所以二十八节 他想说嘛 救者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外外人得救了 他们更与神为敌 因为以色列人看 只有我得救 怎么会外邦人得救呢 所以这叫做 为你们的缘故 为你们什么缘故 为了你们得救了 得救了之后 他们跟神变成仇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救恩不是这样子 救恩只有我以色列人的 这是以色列人的看法 但是怎么样呢 救者拣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 是蒙爱的 就这神恩典的拣选的角度 里面来看的话 以色列人 因着他们老祖宗的关系 他们是蒙爱的 他们还有机会可以得救 一再讲啊 这段经文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有另外一个得救的途径 不需要靠行耶稣 因为他们有色列人就可以了 没有 但是因为他们的老祖宗 是神启示真理的管道 他们只要回到他们老祖宗 正确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去 他们当然跟我们一样 通得救恩的喜乐 是这边这个经理所讲的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这边的意思了 然后后面很重要二十九节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招 是没有后悔的 这句话太重要了 恩赐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个恩赐 选招 神选选了他们 成为启示真理的管道 这两件事情从来没有后悔 如果神做事是不后悔的 那么神今天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也不会终止 神今天拆遣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 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永远得着 不会有一天神说 哎呀这样做不好 哎呀他们太悖逆了 算了就能取消吧 不会的 这叫做恩赐和选招 以色列人没有被放弃 就是表明我们 因恩戒信的这些信徒 也不会被放弃 这叫做圣经的恩典 这叫做我们所领受的福气 感谢主了 三十节讲说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 从前我们不顺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蒙了连续 从前我们不顺服神 外邦人不认识神 活在自我里面 自我为中心 他说现在怎么样 以色列人也不顺服 以色列人不顺服什么 不是不顺服律法 他们做不到律法 以色列人现在连神救恩的计划 他们都不顺服 因他们的不顺服 我们倒蒙了连续了 我们以前不顺服 蒙连续 那现在以色列人不顺服 会不会蒙连续呢 他说怎么样 他说你们 他说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服 犹太人现在也不顺服 对不对 叫他们因着 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就蒙连续 既然我们以前不顺服 如今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那么犹太人现在不顺服呢 他们将来也有机会 得到这个恩典 很公平的 非常公平的 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然后后面讲什么话呢 他说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神为什么要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呢 圈在就是困住 困在不顺服里面 好像神主动的作为 神把人都困在不顺服里面 然后特意要连续众人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要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 不顺服神 自从人在伊甸园里面背逆神以后 人就不顺服神 神用各样的方法挽回人 挽救人 教导人 要人回来 人就是不顺服 人就是不愿意 活在罪中 创世记第六章开始 就越来越悖逆 以后你看到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过程 以色列人这个过程里面 都是这样子的悖逆 神怎么样 神容许这样子的悖逆 为什么 在这些悖逆里面 在这些任凭里面 在这些人自以为是的生活态度里面 人终于尝到了 人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各样的痛苦 他把你困在 这个不顺服里面 你以为不要神了 以自我为中心了 你就活得一切都顺利吗 就一切平安喜乐吗 没有 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那种形成出来的那种冲突 挣扎斗争 那种老我生命里面的那种 堕落淫乱毁坏 最终的承受者是自己啊 神让人去尝受 这种不顺服的结果 然后呢 上帝在人尝到了这个结果之后 神不是在旁边看说 活该 你们就是这样子 老早跟你讲 不要这样子 你还这样 现在就这样子去吧 没有 神怎么样 神在人领受了这样之后 之后呢 他说怎么样 他特意要连续众人 人尝到了这个滋味 人才看见救恩的可贵 我们常常讲说 你要得救得救 很多人说干嘛得救啊 我活得好好的 有钱有车 有衣有食 吃得好 工作得好 睡得好 干嘛要救恩呢 都是那些失败的 失恋的 没用的人才就要救恩呢 神把你圈在 圈在不顺服之中 你慢慢在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 生活态度里面 终于尝到了自己 这种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 结果 跟痛苦 你去发现 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这宇宙真为 有一位创造主 我们虽然自己 定了很多游戏规则 可是那些游戏规则 因为缺乏神 都没有智慧 那些游戏规则 把这个世界 搞得一塌糊涂 你每天打开报纸 看看 你看看网络的新闻 你看看电视的新闻 什么地方真的可写得多吗 人都是彼此这样子的伤害 尝到了这种 以自我中心的结果之后 人转向神 神还有连续为人预备 这就是叫做神的爱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以自我生活 把家庭生活 搞得一塌糊涂 夫妻之间 人各自以自我为中心 今天这个追求金钱的世代里面 大家以为有钱 身影就大 夫妻之间的关系恶劣 要不然就是私欲 每个人邪情私欲 有了钱之后 脑筋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了 不按照圣经真理 好好去爱自己的配偶 整天在外面要去找 你以为这种 自我生活的方式 会带来你真正的快乐吗 以后就尝到这种自我生活 自我中心的痛苦 尝到了痛苦怎么样了 请记住 千万不要自保自欺 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这个人已经没救了 自杀吧 那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尝到这样滋味了之后 赶快回到神的连续之中来 神有恩典为你预备 摆到主的面前 重新开始 任何一次 在主面前的认罪悔改 主都不情看 主要带着你 虽然也许你要承担一些 自己犯罪的结果 但是你可以靠着主 有力量去面对 而且怎么样 扭转那个孽子 引向正确的方向 你的婚姻关系再恶劣 都不要害怕 来到神的面前 做一个被神改变的人 你的家庭就会被改变 你的亲子关系再糟糕 不要害怕 来到神的面前 神可以扭转 但是你自己要顺服神 这就是圣经很清楚的 神的恩典的作为了 所以当这样讲完之后 保罗做了结论 他说 生灾啊 真是奥秘啊 上帝的作为 真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人的悖逆 仍然人的这种不顺服 在神的手中 他仍然可以 化腐朽为神器 他可以扭转乾坤 真是深奥啊 他说神 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辙 上帝高过我们太多了 他能够把宇宙 创造得如此津津有条 他对我们的生命 他也能够带领的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享受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治理 他说他的知识 跟他的智慧是丰富的 他的判断我们不明白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神为什么要这么爱我们 神为什么要让我们 透过痛苦而认知他 神为什么要允许我们 这样子 好像纵容我们犯罪 他从来没有纵容 他只是怎么样 容许你 容许你 让你悔改 让你经过苦难悔改 你如果在先知讲话的时候 就回头 你连这个过程都不需要 但是实在不听 实在不听 他还有办法 这叫做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他做事情的方法 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的 所以他前面讲 叫做奥秘嘛 你非经岂是不可以明白 人从自己的想法里面 看不出来这样子的作为 这叫做上 地的作为 所以三四节他讲说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我们有哪一个人 做神的参谋 跟神人讲说 哎呀你看看这个世人 变成这个样子 来我们大家想一套 救恩的方法 上帝啊你应该这样做 没有 我们差太远了 我们除了 除了谦卑感恩的领受之外 我们何其做过这件事情呢 我们不会救 我们人 神差遣他的爱子 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 都是主自己预备的 哪一个人落在困难中的时候 跟神祷告说 主啊我现在太糟糕了 请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替我死 图谋我的罪孽吧 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智慧 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真理 神自己的安排 他说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 这句话其实就是 针对标准的 由人所想出来的 这一个宗教思想里面的 功德主义 功德 我先做了一些东西 将来西天回报 圣经告诉我们说 谁先给了他 我们给了他什么 然后他现在要偿还我们 将来要说 你做得太好了 我把天堂藏给你 是这样子的吗 从来不是 圣经给我们看见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 人类的功德太有限了 也不完全 你用这种 这种不完全的 就去交换 那个永恒的美好 这是人自己的想法 不是这样换来的 没有一个人 是先给了他 然后使他偿还的 都是白白的领受恩典 然后在恩典里面 活出正确的行为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他最后讲说怎么样 三十六节保罗 在他整个的这一个 因恩戒性的 因性称义的基础上 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万有都是 本于他 他是一切的根本 一切都是由他而来 我们一切的受造的 都要倚靠他 倚靠他得以存活 而且我们要归属于他 跟他建立正确的关系 他是创造这一切的本源 我们必须倚靠他 你倚靠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要属于他 什么叫属于他呢 属于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被他改变 用正确的价实观 跟人生观活在今天 属于他不是只是 外在的一个印记 属于他是心悦臣服的 是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属于他是 他是我们的主 所以圣经所定的这些原则 成为我们的标准 这叫做属于他 我们属于他之后 才会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能够给他什么荣耀 上帝本身就是荣耀 我们无法加征他什么荣耀 好像日头的阳光 你能够增加阳光什么光度呢 不行 这边的荣耀归给他 是指我们活出 那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样式 照着应有的那个荣耀的形象 好像前面讲说 世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亏他什么荣耀 因为我们照着他形象样式照 应该活出正确的样子 没有活出来 那有个亏损 那么将来呢 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用荣耀的生命 来到他的面前 得他的喜悦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整个因恩戒性里面 最清楚的一个终结 在因性称义白白的恩典上面 活出荣耀他的生活见证来 感谢主 我们第十一章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